淼淼 你快转过来 怎么不行啊 找开 转过去 转过去 由赵金麦 郭俊成 眼里等主演的电视剧 少年派和自放出预告后 就被受无数网友关注 该去延续上部剧情 江苏乐大学毕业在即 四位新日同窗好友 正在经历各种困难 但依旧努力前行的故事 赵金麦选的李淼淼 或许是摆脱母亲的掌控 一上大学就放飞自我 凭借自身魅力迅速脱单了 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李淼淼的初恋男友 并不是学霸前三一 前三一从高中起 就喜欢上了李淼淼 这是爱于各种因素 今生的前三一并没有表白 和神经大条的李淼淼 那刚没察觉到前三一的感情 最终两人风格良定 联系也越来越少 直到前三一从江天号口中 都是被横刀不爱了 前三一才涉及坐不住 回到李淼淼淼的身边 与江天号组成备胎联盟 开启追击火葬床的戏码 谁让李淼淼的初恋男友 是个三心二意的渣男 在李淼淼分手后 前三一对李淼淼展开追求 李淼淼淼才认清自己的真心 与前三一走到一起 这一刻前三一愣疯了 当中抢吻了李淼淼 北京的李淼淼当场傻眼 封口一句 这是我的初吻 画面甜到酥冷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